本视频由淘宝店新阳文具店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一支也是有观众想看 那我就买这来做一下 当然这个不是我买的 感谢新阳文具店的赞助 所以刚好两边都有缘 我就来做一下这支笔 非常厚的脸皮 作为一个最不专业的钢笔评测 然后大家都对我很好 非常感谢 首先一样的 开头的必须说 比的一个大小先对比一下 万宝龙的146 也是我最喜欢的万宝龙的这一支 因为我个人是喜欢儿童基金会这个版本 好 但是我用的最多的还是这一支 就基本上五六年了 还是它 好 我们来看下这个尺寸大小 首先这样子 就感觉就是不没 没有那么中古位的一个国产比 就是中古位再出一点的一个笔杆 像那个英雄的456 这一类的一个国产比 我是个人是挺推崇的 就是616以后 它的性价比等等很很到位 然后再上来就是4156的这一类的 那像这一支的话 就是这个笔杆出戏的话 就有它这样子的一个影子 那这类的一个笔是比较符合现代人的一个手 呃就是书写习惯 我我个人是这么觉得了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笔杆了 哦又是一个包尖的 最近的观众好像很喜欢一个包尖 我个人是喜欢用这种民间的 就大民间的这种 包尖的就是个人不是特呃怎么讲呢 特别喜好 可能是说那个 我可能觉得机围起来比较麻烦吧 就换尖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不太得我欢心 好 那能看到的这个笔尖的话 首先是这样子 包尖的一样的 它整个出来的一个线条 其实是比民间的要特别一点 民间的话是主要怎么样 它的这个形状吧 有点锐利 然后有点凶 但是包尖的这个相对来讲 看起来比较柔和一点 那海豚尖的这个的话就个性就很强了 这个应该是叫海豚尖 应该是因为贴上去了嘛 那比肩上来讲的话就是 这个包尖之后就接近这个35号尖的一个 就万宝龙35号尖的一个大小了 那相对来讲的话 应该书写起来弹性等等的 应该会比较足 因为大的尖的话 它它的同样的一个粗细嘛 比如说都是F的 但是如果是尖比较大 它出来的那个线肯定也是比较粗的 小笔的好处就是说 我这个笔比尖比较细 比较小 但是呢出来的那个墨也就出来的那个线条也比较细 好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重量先了 那重量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好放上去 16.1 那以这个大小来讲这个重量我觉得还是ok的 就是不会太重 因为它这个笔还是 比平常那种细笔还是出上一个号 那相对来讲的话 这个重量是可以接受的 那像那种超重的那那必须是50克了 其实可以差好几倍 那有时候一两克不会有很大差别 但是五到六克以上就开始那个差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没有拔帽的情况下的总长是135左右的一个总长 然后再下来啊 我我尽量小心一点 我怕碰到那个笔尖 好 那这个这把卡死应该是非常准的 好 那这个的话127左右的一个拔帽的一个你看刚刚好啊 拔帽的一个 呃呃长度再下来呢 呃一样我会量一下这个卧位这个部分 那这个卧位可能是这个顶在前一点 好 那就量一下这个位置 啊 松一点 可以 好 10.73的一个卧位 嗯 好像这些钢笔吧 基本上这个出息度都就这个 呃怎么讲 就是它的一个设计经验还是很足的 因为我看很多国产笔在这一点上面做的 其实还是非常好的 好 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杆线 那刚刚拿上手的时候 那个我就引路远远就这段字了 那就是啊 反正什么作战胜利 哦 这个反正 呃问我 我我也不太懂了 哈 倒是看一下上面的这个字 哦 made in china 然后这里永生2362 啊 其实像这种的一个课文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漂亮的 就是它很精细 它不会 但是还是有点就 你看一下236的这个 236这个 呃呃 的话 你看到它的一个凹陷旁边 它是有整个一个压下去 那个曲面 那个做的比较大 那这个应该是冲 就是有有个滚轮这样子 然后去给它压出来的 我觉得 而不是说那直接去雷射 就不是雷射上去的 那这一点可能会 可能这支笔也有一定的一个时间了 我们能看到 就是说这支笔 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氧化痕迹的 你看到吗 这些 这个不是我的指纹了 这个是真的是氧化的一个 不能叫氧化 这种雷化吧 雷化吧 这用我形容一下 它这个效果好了 因为这种就是情况 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中文 来给它形容一下 鼻尾的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金属底 但我摸起来像一个铝的一个 一个鼻顶 啊 鼻尾的一个鼻尾吧 呃 一个铝质的一个鼻尾 因为上面看这个像是有点氧化的痕迹 而且这个摸起来 它是非常轻 那肯定就不是干的了 那也有可能是一个塑料的 再加一个 电镀层了 但我觉得像铝多一点 因为铝比较好加工嘛 然后前面这个应该是一个钢的 但是这个颜色上这个黄这个就有点亮 然后这个是也是一个铝了 我估计前后的这两个应该是同一个键 就比比尾比顶 应该我觉得它不呃 不会说我故意做两个键吧 因为两个都是一个鞋面的 然后比较这个部分 我个人觉得有点不是很够成衣 那这个凹陷我很喜欢 平平平平常的一个都是干干净净的吗 这个做一个凹陷来做一个区别性 我觉得还ok 然后这里有logo了 但是这里的话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好 那整支笔的话大概就这样子了 应该是属于一支库存笔了 这支那再来看一下这个笔握 呃真的是有不少痕迹了 但是以这个价位来讲的话 就是我觉得比N9就前几天那个N9的还更有诚意一点了 因为它价格首先它的一个设计经验来讲它更足 那我们先抛去外观不谈嘛 那其他部分我都 就现在这么一脑 我觉得这一支它是更适合做一支笔的 虽然说现在用笔的人也不是很多啊 好 那个我们来 那个上一下墨 然后看一下一个怎么样一个情况 好 然后这个是旋转的 然后又是一个我讨厌新门器 oh yes 果然是 好 那个我按一下 啊 应该几下就够了吧 可以 好 哇 这 这个墨把挂到满满的 这个墨真的是满满的这个墨挂的 好 那个一样的拿下这个笔 可以插一下 哦 又拢到手了 这个对啊 有看上236的那个是有看那个是好像是236吧 对236的那视频麻烦给我推荐一下 那个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差比的话 比较好的一个工具 用针管的 说实话 我个人真的不是很愿意啊 好 这个是用啊 不对 上一个是840啊 好好好 这个永生 是永生还是也 永生的一个哇 这个触摸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 236哎 忘了谁永生了 哇 出水非常足 这个这个出水非常大 比肩来讲看起来应该肩比较大以后嘛 然后出水也比较大 然后这个肯定是F肩了 这个肯定没有到N了 因为M是我天天用的一个出息了 现在每次评测都感觉 哇 怎么这个笔这么特别细 就是每次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再下来随便先写一下吧 可以 然后当时这个写起来感觉是挺顺的 然后 这个感觉是有点沙沙的那种阻力感 就很很细碎的那种阻力感 然后呢 写起来的时候顿挫感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也是非常顺 那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 然后很多观众说我不压接 那我尽量给你们压 因为我下手是比较轻的 那压一下那两边 还是有点那个反馈的还是ok的 然后断幕上也没有看到 出风的话我一样吧 写个永字吧 好吧 然后这个好像出风来讲的话就没有那么的容易了 然后再下来 哎 我忘了拍那个笔尖了 那书写大概是先这样子 我给你们拍这个笔尖啊 然后这个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反正书写的话都都ok 那唯独是说我觉得比较难出风 也有可能是我写字的一个问题了 再下来就是这个是那个 你看到FF 那个Moterman的那个圆珠笔的一个粗细 差不多 让人看到 那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大不好的鞋感呢 或者等等的 因为通常如果是真的 我正常用笔的一个要求不是那么的高了 那如果是说真的很不行了 我会说啊 真的很不行 对 因为我算是要求比较低了 我觉得 好 那个上来看一下 哎 永生啊 这个一个笔尖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呃 这个伊犁看起来还是比较正的 然后呢 再下来就是 这个 侧面是一个 侧面的话是一个比较圆的一个头了 那果然就是 中锋的话 现在挂完没了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粗 但其实没有那么的粗 但这个笔的话 你看到前面的一个打磨方式 它的两个圆头吗 就是中缝 然后旁边的这个伊犁是切一半的吗 两边的这个圆的话有一点点往内收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 但是如果是有一点点往内收 这种这种笔件是非常难刮指的 但是EF间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打磨方式 然后这个伊犁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一个光亮的 然后前面的是前面先看清楚了 是源头 源头不是斜面的 前面是一个源头的这样子 中缝看起来也是 有点点偏左 有一点点偏左 那这个价格问题 那这个品控我是能接受的 对 好 除非是说 如果你说这次比100多的话 如果这个品控我一定不接受了 嗯 好 那整支比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嗯 非常抱歉 每次把那个 呃 呃 测比的顺序弄得很乱了 因为我拍片都是一条过的 然后就没有任何准备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有什么问题可以下面给我留言 也可以是说我忘了什么 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